台北市长参选人柯文哲现在呢好像他的对手变成了罗淑蕾 因为呢MG149账户国民党立委罗淑蕾呢继续出招 惊咬柯文哲是收回扣做假账 还说呢柯振营不让他取得资料是大有问题 柯文哲说呢真的很受不了要告就去告吧 日前柯文哲公布账户明信三天 针对MG149账户宜云展开绝地大反攻 但是立委罗淑蕾还是紧追不放 他所有的国科会业内计划卫生署的钱 怎么这么多笔钱进到他户头总共差不多有200多万 包括私账怎么可以接受人家监管呢 也有公司监管也有个人监管 而且很奇怪的有一家厂商就公司监管的 他每个月都监20万给他 你看一月份三月份四月份 罗淑蕾紧咬实笔来源不明的20万转账 认为这就是柯文哲与厂商勾结的证据 还说柯振营设法防堵罗淑蕾取得资料 根本就是做贼心虚 他们的那个花言人检验 还打电话去给某一个一些媒体的高层 因为那天有很多记者在拍 他公布了施展 那还叫人家说 不要把资料给罗淑蕾 不过还是有善心人士 看不下去拿给我们 觉得疑点太多讲不清 干脆把账户明信全都摊在地上 罗淑蕾炮火依然猛烈 不过柯文哲这回只是冷处理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不要再讲那个天荒夜谭了 谢谢大家才好事 账全部在那里 看哪里不法你就去告吧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为了MG149账户 日前柯文哲一度动怒 杠上罗淑蕾 如今不耐烦的态度 明显不想再战 不过罗淑蕾提出的问号 一天不解 争议恐怕还是会跟着柯文哲 有点TV综合报道